38歲被告齊春嚴 由囚車壓到區域法院聽取判決 法官在判刑時說 相信X先生和證人Y先生的證實可靠 而被告就是一個邪惡的女人 相信兩人都曾受到被告威嚇和勒索 而女被告也曾派人跟蹤X先生 因為她能夠說出X先生和她家人的行蹤 法官又說被告在2009年聲稱華人是說謊 目的是向X先生施壓 而X先生受到事件的影響要接受精神治療 案情透露被告齊春嚴在2007年12月至2009年10月 以恐嚇方式多次向父相X先生索取分手費 在取得合共1000萬元後 再向對方要求拿1億2000萬 被告多次騷擾X先生和Y先生 父相X先生終於去年12月報警 將被告拘捕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鄭漢成報道 予告 八星 八星